小房子你刚刚说到的这个癌小症啊 其实我们也看到有过类似的病症 你努力想过办法去治疗一下 之前就是打了一年的针 然后由于家庭的问题 不打了 是因为家里穿越对吧 是家里人不让打的是吗 嗯对 可以这么说吗 打那一年针的时候长高了吗 长了呀 打针就有用 对呀有用啊 所以当爸妈告诉你家里经济很困难 即便打这个针能长高 但是我们都负担不起的时候 你心里是有怨气的是吗 对有 那今天呢 我们把爸爸妈妈请来了 有请他们上场 妈妈哭过了是吗 眼睛都已经哭肿了 妈妈为什么会哭 看到儿子这个眼也非常难过 看到今天也非常的高兴 难过什么 难过儿子这个身材非常的难过 高兴 高兴 高兴孩子有今天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 走到今天我是非常的高兴 其实我们很想听听你们的心里话 我想可能任何一种决定选择 都会有背后的故事和难言之隐 当初你们为什么就把孩子放在奶奶那儿 而不带在自己的身边呢 当时也是没有办法 那个什么不出去打工挣点钱 也得被孩子看定 那当找到一个方法 有可能改变这个病情的时候 当时是你们一起决定要放弃 打针治疗这个方式的吗 对 那时候也没钱了 那时候你们一年能挣多少钱呢 也就是一个月也都挣不了个 挣两千来块钱吧这是 两千来块钱 对 也就是说一年挣的钱 还不够他打针的费用 对 他打的一针就是一百块钱 延迟了这是一年的功夫吧 这是 这里也很多债 也都没办法了 你们现在后悔过吗 非常的后悔 小房子心里可能对你们两位 对自己的爸爸妈妈会有一点抗拒 想过方法来弥补吗 想过 其实小房子你有没有发现 我跟你爸爸妈妈对话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是非常老实 当年在那个时代 一年全家的收入是两万多块钱 要让妹妹你还有奶奶包括他们两个人五个人生活下去 也很艰难很不容易是不是 你愿不愿意听听家里人的意见 不指责 不抱怨 我们只是请高瓦老师 客观地讲出她的期待 好吗 我曾经啊 就是跟这个大姐我都聊天过 她呢 哭了很多 她说我生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儿子 这就是我对她最大的对不起 我也跟着哭过 她爸爸妈妈呢 对她还是可以 这个孩子连接了我 我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 我也经常给孩子说 我说 以后 还是要好好孝顺她 因为妈妈 把你怀在肚子里的时候九个月 这个事谁都顶替不了 天下所有的母亲 最伟大 我能理解这个妈妈的心情 我也是希望这个三口人 以后未来的日子 越走越好 小房子 啊 阿妈的话听见了吧 听见了 如果你愿意尝试去爱你的父亲和母亲 就回头抱一抱你的妈妈 什么时候你有了决定 什么时候 你就照你的决定去读 刚才 小房子这一抱的意思是 咱愿意试试看 对吗 对 抱紧我 抱紧我 知道我有一种 谢谢阿妈 阿妈请坐 谢谢你 那你对他们俩 有什么话想说吗 我就说 那个 我会挣钱 咬着你们的 小房子 步履蹒跚的奶奶 用尽一生去爱着永远也长不大的小房子 并且给了她面对未来的勇气 对小房子来说 奶奶 就是夜空当中那一颗最明亮的星星 在天上 永远的守护着她 小房子 将思念 化作歌声 唱给奶奶听